Bipad跟模型的時候,有時候會使用這樣的功能 就是把所有Bipad的繡成Box 顯示為Box的形態 然後 這樣它就會 就只有Box的結構在這邊 那模型的部分我可以現在只要選到 Bone 因為我想要處理一下這一節的動作 這一節,這一組的動作 這個範圍內我都不要 好 連這邊一起,肩膀一起 Double Click Copy 鏡像 然後 這一個的後面我都不要 因為我現在 我想要回復到一個 穩定的姿勢 所以其實這裡的Key都可以不要 這一邊再Copy 鏡像 就會得到是這樣 它亂動亂動沒關係 反正最後呢 這邊就會穩定下來 然後左右會一致 我讓它左右是一致的狀態 然後 一樣的,我希望這一個姿態 在最前面 因為我最前面雖然是 最前面有一段是這個樣子 這個動作 最前面有一段是 不是很漂亮的效果 那沒有影響 動作往後退 Ctrl、Auto、左鍵 右鍵 Ctrl、Auto、左鍵 這邊也拉過來一點 然後我把整段動畫 往這邊帶 好,帶一點 再把 就是 這個我整個選 就是最後一個姿態 不是,最後一個姿態在這 全選 然後 最後一個姿態的影格 這個影格按著Shift Copy到 前面 那整段動畫再往後搬 OK 所以我前面有一個 沒有全部摳到 好 我的最後一個動作呢 沒有按到Shift 有了 最後一個動作 做到這樣好了 Pose Copy姿勢 貼上姿勢 然後 這個也要一起貼 再來一次 再Copy一次 就是 連Bip01的資料也要過來 再貼一次 好 那當然一開始 起始的位置 會有點飄 這沒有影響 因為我要這個動作 我需要這個姿勢 然後轉折過來 亂動 然後最後回復這個姿勢 這個是 其實你在做 我們在做 動態捕捉 其實也會做這種 類似這樣的表現 好 那 然後把這一個 我修正的位置 先搬回來 0 0 這個大概放280好了 好 這樣子就 剛好一段280 好 我再存一次動作 同一再重讀一次就好 就是 0到280的這一段動畫 好 重一再讀取一次 好 那 我們要做 角色 如果你要close穿衣服 就真的 其實我這個 還不是很正 姿勢很正確 還不是很漂亮 你從Top視窗看就知道 他其實 姿勢還不是很準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動作 是用那個 微軟的Connect Connect做Motion Capture 這是Connect做Motion Capture 的 呈現效果 是用另一套 iPad的Motion Capture 的軟體 這是軟體的 追蹤 軟體Mocap 看一下 這位移好像有點快 等一下可能會有問題 沒關係 應該是還好 OK 好 那 就一個同學做 這之前自準備